我知道你一直在注意我 相后找了几拨人调查我的底细 谢谢 有辛斯君方面的 有江湖上的 有李杰的父亲李老师傅 还有林树成张铁头他们那些人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请 我只是不明白 你怎么会注意我呢 我不过是个 离开了红尘的老小 我不懂得什么侦察破案 我用的是笨办法 第一步 我们调查了几十个被怀疑的人 最后不能从名单上排除 大概 有不到十个吧 您有幸名列其中 第二步 我查了和李杰到有瓜哥的人 最后不能从名单上排除他 仍然有您的名字 第三步 我们调查了龙泉附近 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 您的名字也在其中 您说到了这个时候 我能不怀疑您吗 是这样 没错 你刚来的那段时间 我一直在注意你 想弄清楚 你是不是靠得住 那时候 新四军的人 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有时候 他们误以为我要伤害你 还跟我敲过火 后来他们弄清楚了 就不再跟着我了 的确 这中间 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牵扯了我的注意力 可是对您的怀疑 我始终也没有放松过 那你原本打算 什么时候跟我亮出底牌啊 实话实说 底牌到底是什么 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还没有搞清楚 是什么事情 以我们现在的推断 您肯定和我们丢失的 那批文物有关 可是 就我们了解 您又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呢 就您这样的人 不可能去杀害 我们文波索三名押送人员 去抢夺国家的文物 对吗 那我们的推断 和现在我面前的孔先生 没有办法吻合到一起 那我就从头说起 我去找白先生 本来想给他一样东西 是我丈夫在死之前 留下了一份资料 我在乡下找到的 能先给我看看吗 看来你还是不相信我 让我们这里 让我们可以看到 看来的 如果我们在乡上 我们只能把你帮你拿起 刻意 那我需要 我们又做出艺术 它是最大的 还没来得及搜山 你就从重庆过来了 接着 日本人也投降了 原来这个消息 也是您传出去的 我丈夫查清了 那批丢失的文物 是李奇道干的 他派了六个警察 杀死了押运卡车的三个人 之后又杀死了那六个警察 这件事情跟孔先生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文物藏在了什么地方 就跟孔先生有关系了 恐怕跟你住的钱家老爷子 也有一些关系 是钱东宁的父亲 对 叔 不云姐和欧阳小姐 去祥阴客栈去了 还有别人吗 没有 就他俩 看看四周有没有埋伏 我看过了 没有 那他们上那儿干什么去了呢 你去趟西洋楼 看看白云州在干什么 好 欧阳 姐姐这么多年 有太多对不起你的地方 我向你赔罪 龙泉的两位美女躲在这儿喝酒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都说龙泉有两位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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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热美人一个冷美人 一个热美人一个冷美人 今天坐在一起我这么一看 今天坐在一起我这么一看 我这么一看 还真是这么回事 还真是这么回事 小虎 小虎 是 来 我知道 你们只准备了两套餐具 我自己带来了 怎么了 这热美人也变成冰美人了呀 前些日子咱们最后一次喝酒 你泼了我一连酒 我一点都没计较 是不是 阿云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听你说 这些年来 你做了太多对不起欧阳的事 能告诉我是些什么事吗 这是我跟她的关系 这是我跟她的关系 不关你的事 不关我的事 抗战胜利之前 是谁向日本蝶坡战孙战长写信搞发 是欧阳在家里悼念抗日战士 是我 是我 要不是我让大虎小虎弄死了孙战长 欧阳小姐 你逃不了牢狱之灾 甚至保不住生命 还记得这件事吗 当然 不是 我不是我安复义的人 好 阿云 你干这件事 可是汉奸行为啊 我再问你 是谁 向中央研究院 文博所写信告发 说白延州在龙泉不务正业 与欧阳乱搞风花雪月 是我 欧阳 这就是我刚才想跟你说对不起你的事情 我向你赔罪 好 我的外甥女儿敢作敢当 堪称女众豪杰啊 好 欧阳 你刚才说你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那我问你 你能保证对自己的话不食言吗 绝不食言 好 阿云现在由你作证 那次在城墙上 你对我说要嫁给我 可有此花 有 我也说了 下个月把县长选好之后 我就把婚事办了 还记得吗 我那是为了欺白先生 我不认真的 你说了 你绝不食言 吗 你 你真的想管说 我跟你说 你别看 知道吗 该干嘛干嘛 来来 茶呗 快点 不开里激动 那这个王八蛋 不开里激动 叔叔 快点 这谁干的这事 叔 不是 师傅 师傅 在即的事喘口气 慢慢说 五加三也是您的人啊 他是专门保护欧阳小姐的 这次李激动府上的密室的钥匙 另外 欧阳小姐跟庞小姐出事了 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城里的 小民客栈 出什么事了 胡强 你带十个人 跟小三子赶紧下山 好 你去哪儿了 去救欧阳啊 他们动作快 你跟不上 你去了只能误事 那我也要去救他 我派两个人护送你下山 走 你就是老板 是是 人呢 都被带走了 都被带走了 他们会不会跑回县府去了 不会 他们肯定会藏起来 藏起来 师兄 得赶紧派人见是县府里一道卧室 不能让我们把东西转移了 走 说李济道那老妈的 给我出的什么色录 就是啊 一共二十多个少侠 天天跟老板姓打架 打了半天 也没收上来几粒粮食 李济道是不是哪儿 跑得进水了 想出这种臭办法 李济道那老妈是在出我洋相的 去 把部队都给我拉回来 不收税了 谁说不收税了 哪儿人家多 赈灾会的粮库啊 我不直接到粮库收税 我上山跟老百姓抢那点粮食 我太不仁义了 直接去赈灾会的粮食仓库 对啊 那赈灾会的人 怕是不会答应 你们干什么的 保安大队干什么的 但是我们不能跟那老公们打学 太黑了 他们收三成 咱们收两成 两成 太少了吧 兄弟们都等着开销呢 还要分给县政府 不 谁说要分给县政府 李济道那老公蛋不是主意多吗 让他上山跟老百姓收税去 去吧 是 去吧 是 出我洋相 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庄先生 是 从今天开始 军政会军政会决定向赈灾会收抗海水 你说什么 我们没有礼稽到那么黑 他三成 我们只收你两成半 你每天平均三万斤粮食进行 咱们跑去零头不算 四天应该交我三万斤粮食 对吧 我明白了 你这是在老百姓身上 抢不到粮食 跑到这儿你抢来了 是吗 说什么呢 把仓库打开 绝对不可以 这是赈灾所需要的粮食 任何人不得染指 税是从前天开始收起的 到今天是第二天 我们今天只收他两万斤 是 绝对不可以 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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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私人 这动起手来 有失体面啊 再说了 你动起手来 你打不过我们枪啊 刘主任 你应该明白 没有这些粮食 饮水工程明天就会停歇了 可是没有这些粮食 我的兄弟们就得饿肚子 没有这些粮食 种子就剥不下去 龙泉人可就真没有活路了 刘主任 千万别再打这粮食的主意了 三十何协 Star 三十六十六十六十登 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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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충 葫芦 大伙 多安排几个警察 在门外日夜把守 都带上武器 我现在就去 还有 把电报给省力 到南京去告状 找徐先生写一条新闻 发到全国报纸上去 快去快回 好 小伙啊 我要睡一会儿 到门外看着点 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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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三 dynamic 找的欧阳了吗 找到了 没事吧 没事 没磕着 也没碰着 师傅 守在县府李吉道房子的人 还留着吗 不用了 钥匙在咱们手里 他们想进也进不去了 撤了人还可以麻痹他 先生 你想过没有 李吉道为什么要这么干 难道他真是酒后乱性 您说还有别的原因 有 以我对李吉道多年的了解 他并非酒色之徒 他做事讲韬略 走一步看三步 他一向把欧阳当成一件 不懂瓷器 小小惺惺 生怕掉地打碎了 就算他现在心怀记恨 也主要是对你 他对欧阳 没有那么深的仇恨 不至于要回答他 而且 他应该知道 这么干的后果 他是想干扰我 想争取时间 我是这么想的啊 他是感觉到 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他想把你们两人的关系 变成一种 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我明白了 您放心 这口气我忍得住 那 我先上山去了 你一道去吗 不不不 您知道 这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办吗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虎 晕嘆 来这奇葩哥蒙面人 个个都拿着枪 都他妈谁干的 等等 快点 阳医生 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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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我呀 我问你 白银舟是不是把东西找到了 不会 他要找到东西我立刻就知道了 那他掉宪兵干吗呀 这事他跟我说过 他呢是在龙泉树敌太多 现在都不敢出西洋楼了 林树成 你每天都忙什么呢 白银舟干了什么你到底知不知道 知道啊 我肯定知道 铁头他们几个一天到晚跟他在一块 别说他做什么了 他想什么我都知道 那那李继道把欧阳给睡了 这事是真的假的 那是李继道故意放风 让白银舟没脸做人 真的 真的 那老母男想欺负欧阳 结果手指都被人断了 手上的戒指都被人给偷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现在就想知道 这批东西到底能不能找到 我看哪是快乐 什么叫快乐呀 那最起码知道 这批东西谁抢的吧 八成 九成是李继道 李继道 这老王八蛋胆太大了 胆太大了 那白银舟为什么不抓他 没证据吗 抓住他 审不就有证据了吗 那老王八蛋骨头太硬了 你说进去肯定不承认 这不煮夹餐饭呢 我跟你说 这刘老总三天两头地催我 我急啊我 这事千万不能让白银舟知道 我傻呀 掉脑袋的事我能告他 林漾 怎么了这 我怕让你听见 你只要打开窗帘 才能看见外面有没有人吧 对对对 你只有把窗帘关上 外面的人 才听不清楚你在里面说什么呀 你就会作弄我 我怎么了 我跟你讲啊 你这是聪明一事糊涂一事 怎么了 你跟刘老总接掉宪兵的事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你跟我说我肯定不让你这么干 怎么了 这是个掉脑袋的秘密 我一直没敢跟你说 不 到底怎么回事啊 知道我为什么来龙泉吗 你 做 做生意 复仇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对国家的文物心存际遇 我心存际遇算什么呀 我是个小人物 你什么意思 还不明白 你 你是说 那个刘老总 也惦记着这批文物 小点事 不要明白 来 白先生 总司令部 让我抓给你个电报 说你要交用宪兵啊 就晚几天到 委员厂前两天来省城了 宪兵就都护送用委员厂去了 正从南京往回返 白先生 你没事交宪兵干什么呀 东西炒了 真的 这 哪那么重 我得到确切消息 有人要杀我 谁 谁 谁啊 你说还有谁啊 他敢 前几天啊 都是铁头他们保护我 最近呢 他们忙不过来 所以我只能 借点宪兵用几天 白先生 您这 这排着 借点宪兵用几天 你看 在总司令部 也就那几个老总 能调到这种宪兵 别人谁行啊 您说白行 我为国家干的这件事有多大 你看出来吧 缺缺少找我呀 没有 谁敢 你一张口就是钱啊 钱 我办案带来的钱 所剩无极了我 这什么钱不钱呢 咱们谁跟谁啊 是不是 你说的 我就等你这句话 那好啊 宪兵我暂时不用了 你给我派五十个人 过来保护我 先杂人等一律不许靠近 行 一言未定 那酒饭我一概不管 也行 我给你派人 好 那你替我给刘老总 打个电报吧 就说谢谢他 宪兵暂时不用了 行 那我现在给你打电报去 白先生 行 行行行 最近有什么人来过吗 王先生来过 庄先生来过 还有林先生也来过 现在你住的千条好友 我反而不放心了 要不我住那屋去吧 也能看着点 不不 那不行 怎么不行啊 那要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嘛 你这样 让余嫂散布一个消息出去 就说咱们马上就要回南京了 谁愿意跟着呢 自然都可以跟着去 至于到那还唱不上戏 那看清醒再说 这话一定要边缘 不能露出破绽 一切都要表现出 咱们俩马上就要结婚的样子 委屈你了 这段时间呢 反正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你 如果你想 我 我说的如果啊 你要是想我 当然也可以过去看我了 关键要表现得 跟以前一模一样 一切都要增长增长再增长 我走了 你走了 还有事儿啊 有东西要给你 走 什么 跟我来 什么呀 看了 我也知道了 看 你那自行证实在太破了 我在省城给你买了一辆新的 请来试试 这是英国锐利 凤头的 好 怎么样 洗两圈 去试试 好啊 周主任 请坐 周主任 今天请你过来 是我接到了刘总司令的命 新四军驻龙泉所有人员 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 全部撤离 我们已经接到了叶森令的电报 和谈破裂 办事处撤离 那就好 我们已经决定 明天中午十二点准时撤离 由南门出发 途经二道岗返回西夏山 按照双方的约定 在我们到达二道岗之前 你们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 周主任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保证你们的安全 我没有听错吧 对 我们只是把时间和路线通知你们 还有 我们剩下了一些粮食和药品 打算捐给赈灾汇 希望你们能够同意 没问题 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再见 再见 周先生 李先生有何指教 不敢 大战在即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七七八八地加起来 双方共有将近一千万人吧 不错 那周先生能不能估算一下 你们共产党胜算有几成啊 李先生真的想知道吗 我想听听周先生的高见 战争的胜利 属于人民 胜利永远站在人民这一边 您说的是口号 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一个失去了民心的政府 还想赢得这场战争 有过这种先例吗 二位谁能告诉我 周先生的意思是说 我们国军打不过你们西四军 那你倒要去问问老百姓 谁说老百姓就向着你们了 据本人所知 龙泉的老百姓 就未必向着你们 你说你们在龙泉都干了些什么事 屋外乎试着点小音小晦 给灾民发点粮食 弄几个医生 还有什么桃桃底沟 除了这些机灵狗碎 你们还干什么了 是 我们没干什么大事 我们不是政府 我们只是尽一些微薄之力 帮助龙泉的老百姓 做了一些微薄之事 这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干了些什么事 我们 我们是龙泉的当地政府 我们干的当然是大事 大事 好 那我就给二位数一数 你们这几个月所做的大事 你们扩建了警察局 扩大了保安队 增加了七十多道税卡 吃光了聚仙楼的二百五 扩大了孟春园 抢劫了赈灾的粮食 打伤了庄先生 灾民由一万多人 变成了十万多人 全县共八千多人病恶而死 还让我再说下去吗 我终于知道周主任 在龙泉干了什么大事 气账 你们这么做 还想让百姓拥戴你们 你们真的以为 百姓是傻子吗 好自为之吧 他们这些人啊 就是嘴硬 李先生 今天这左手 怎么一直揣在口袋里 好 手受了点伤 不得方便 我怎么听说 是李先生想非礼欧阳小姐 被人断了手指 何小干不回事啊 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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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有 把李吉道刘安国他们寻找文物的目标 引到我这儿来 师父 这样您会很危险的 顾不了那么多了 咱们已经保护这么长时间了 稍有疏漏就会前功尽弃啊 可您这是在 引火烧身呢 师父 只能把他们的注意力 引到山上来 引到我这儿来 别无两策 这样 您晚上到孟春楼去 而且要让李吉道刘安国 知道你在哪儿 好 周先生 明天就不送你了 你太客气了 你这今天不是已经送过了 这几个月都亏了你们照顾 谢谢了 欧阳 马上就要打仗了 记住了 一定要好好活下来 冲破面前的黑暗 前面就是新的世界 北眼周这家伙是个好人 欧阳 这最后几天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处处留神 注意安全 知道了 谢谢 希望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也希望你们您答应过去 放心吧 绝对会杀他个落花流水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主任 主任 说 今天赈载会有十万斤粮食建的仓库 明天中午信资军办事处撤出龙泉城 百炎州庄峰宴他们肯定送出去老远 半天回不来 到时候仓库门口只有几个学生把守 咱们一鼓作气 把粮食运到保安大队 这抗旱税不就有了吗 对 刘老总有个密报 是 刘老总得到消息 说中央研究院找到国防部协调 调了两百宪兵来龙泉 听后白岩州调动 国防部让他们从咱们占据司令部接调 他们没同意 非要从国防部直接派人来 为什么呀 非要从南京调咸饼 他上了白岩州的大武 抬起来 不停 在北京 他们在北京 开启 我看了 有点 不停 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 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走 走 快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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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丫头啊 董副官 快去 把一来二来全都给我掉了 是 加支枪 刘安国 你是个王八蛋 老子给你拼了 你还要对我吗 你还能确定吗 他还要对你 这些还要对我 是 是 还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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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